估重量击败了富邦蔡明忠正式入主 但是呢在整个过程呢 一周刊对自己被出卖的过程还做了详细的报道 这内容指出蔡明忠出价低到当时黎智英气说 那干脆送给他算了对于对方的价格相当的不满意 而在跟估重量谈判的过程当中 去说两者呢在9月19号是第一次交汇 不过因为在价格上谈不拢 直到10月15号二度出价 估重量答应用175亿元的一口价 而且要先付一成的定机 最后拍板定案成了依传媒的心动家